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坎入记 今天我要来做一个影片是讲我打了这两支辉瑞疫苗针的副作用 我的第一支针是在5月19号早上打的 打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发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全身痠痛,感觉很像要生病那种 然后因为我本身有elzema,就开始发作,就开始fail 然后没有办法,到了第二天,我只好去看医生,就吃了药 然后隔了两天才开始痠痛,就开始不见,因为我吃了药 然后皮肤的状况也是差不多也是两天后才开始恢复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支针的副作用 我的第二支针是在6月9号打的 在早上,就是刚刚过的星期三 打的时候早上是没什么事情发生啊,是到了晚上 然后,举出扇下,觉得麻,也有身体觉得痠痛,很像你在生病的感觉 很像在发烧的感觉 然后,风扇,我其实开了1号,我都觉得好冷好冷 然后没有办法,到了各一天,我早去看医生 量了体温,医生讲没有发烧 医生就跟我讲,这个是那个症的side effect 副作用 所以,就拿要回到家 那个痛还是在 你很难睡着 因为你一睡着,你会被那个痛,痛死 很像,整整身就是在痛 尤其,你打真的那只手,就更痛 你也会觉得很爱睡 就,大部分,我这两天多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睡觉 又起来了,吃个饭,又跑回睡 一个睡,一个睡,一个睡 就觉得,你永远都睡不够 直到了,这个星期天,我才觉得 我的体力恢复增长 然后,开始觉得,可以走动 去画面买一个东西,吃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副作用 一定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我只是讲,我自己本身的副作用 给你们知道,它有多强 也有例子,就是 很像我的父亲打了,完全没有死 只是手会痛 手会痛,这个是很正常 就是看个人 未必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打完针 记得,多喝水 这个是医生讲的 多喝百开水 然后,累的话 就去休息吧 所以,今天 做这个影片 只是要让你们知道 我的 side effect 副作用是什么 就是,影片 影片就到这里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账 然后,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 再见